大家好,是阿云,今天的影片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怎样成功的将Google Voice号码转移到自己的Gmail账户,并且关联自己的美国的手机号码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在群里面看到有个小伙伴他购买了一个Google Voice号码,并且成功的转移到自己的名项,并且将Google Voice和微信进行了一个绑定 朋友们都知道,国内的微信要使用自己的实名的一个手机号,而使用Google Voice它就没有这么一个限制 因此我也自己去购买了一个Google Voice的号码,但是进行转移的时候总是报错 Google总是会给你一个提示,反正就是说不能够进行转移 朋友们也可以看到Google提示的错误原因了 Google提示的错误原因,就像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它就是提示这么一串文字 我们不能够将这个号码进行一个转移 后来我就想,是不是我的IP不干净,或者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又找人在美国的一位朋友进行帮忙,让他帮我进行一个转移 结果还是操作失败,还是提示相同的原因 基本上我都放弃了 当我快睡觉的时候,我在群里面看到另外一个小伙伴,他也操作成功了 但是他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你购买的Google Voice号码 你要将它的对源邮箱改为自己的一个机面 也就是恢复邮箱,要改为自己的机面邮箱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立马又打开电脑再次的进行操作 结果一路生产,成功了 因此呢,也就说明了购买的Google Voice是可以成功的过户到自己名下的 好了,今天为了演示呢 我自己又购买了一个Google Voice号码 我给朋友们演示一下,是怎样进行一个转移的 在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 欢迎朋友们在影片下方点个赞 如果您没有订阅阿云网市这个频道呢 也欢迎点赞订阅小铃铛三点击哦 好了,接下来我再次演示一下怎样将购买的Google Voice进行转移 为了演示呢,我今天又购买了一个Google Voice 这是购买的Google Voice的一个账户 购买之后呢,你就会得到这个账号 这是耐家,它自动的发给你的一个账户和密码 包括一个辅助邮箱 我们就来进行一个操作下 转移的操作是我们要先登录Google Voice 然后呢进行一个转移啊 在转移的时候输入自己的新的Gmail 小铁尔邮箱就可以了 但是呢在操作之前需要我们把辅助邮箱给他改掉 我就给朋友们演示一下 我使用这个浏览器 我打开浏览器啊 进入隐私模式啊 给朋友们演示一下啊 进入vs直接输入vs.google.com 就可以进入到google.com这个界面 然后点击登录 这里呢就输入你的这个账户 我们将账户拨回下来 然后登录进去就可以了 把密码拨回下来 登录他这里要让你输入rescoveryemail 你就把这个辅助邮箱就是rescoveryemail 把它拷费进来就可以了 好了已经登录进来了 登录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点击这个setting这里 点击setting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transfer 如果你直接点击这个transfer 不修改辅助邮箱是会报错的 我就先演示一下 不修改辅助邮箱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进行一个转移 进入到这个界面之后呢 然后你直接点击这个transfer 点击transfer这里来 它会让你登录另外一个账户 那我们就点击这个啊登录到另外一个账户就可以了 在这里输入你的新的 Gmail账户啊 然后下一步 点击next啊就可以了 然后再输入密码 好然后回车啊进去 啊它会让你啊这里要输入一个验证码 啊已经收到验证码了 收到验证码我们输入一下啊 啊然后下一步啊再次点击这个transfer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啊这个邮箱呢就是我的一个新的邮箱 你直接点击transfer它会报错的 它就会提示你 we are able to make the make the number transfer啊 place trial again later 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将这个号码进行一个转移啊 让你一会儿重视 实际上你不管是你等多久再来重视它都会失败的 呃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修改它的一个辅助邮箱 啊接下来我们就来修改一下这个辅助邮箱啊 呃辅助邮箱怎样修改的啊 你点击这个头箱这里啊 这里有一个啊 manage your google account 管理您的五个账户啊 我们先把那个辅助邮箱给修改一下 然后点击这个personal reform 再点击这里啊 点击这个email这里 然后我们点击看这个就是rescovery email啊 好点击这里啊 然后我们还是要让你再次的输入一下密码啊 我们 再把这个密码输入一次 好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笔这个图标啊 然后将它修改一下 啊呃把它改为你的新的账户啊 然后点击啊 动点击这个按钮啊完成就可以了 好了rescovery email update啊就是你的辅助邮箱已经辅助邮箱就已经修改了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嗯再次来进行一次转移啊 可以先刷新一下 好然后再点击transfer ok啊然后再来试一下transfer 好了当你看到这个you are almost finished的这个提示的时候啊就表示基本上是已经成功了呃然后这里提示你要使用美国的一个号码啊进行一个关联呃 嗯美国的号码怎样获得呢你可以 申请一个low roaming的一个手机号啊 他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实体的手机卡呃我之前有一期视频就是专门介绍low roaming的啊朋友们可以啊去翻看一下 嗯 好了啊那么接下来操作呢啊你如果你要和美国的一个手机号进行一个关联呢你点击这个clear这里啊就可以了 ok啊呃这个号码啊朋友们可以看到啊目前的话它是进入到我的这个新的这个机密账户里面来了呃我们呃你可以啊你可以点击这个啊一个phone啊添加一个美国的一个手机号码这里呢你就按照提示啊输入你美国那个号码然后发送验证吧就可以了我这里呢就不去操作了基本上呢到这里了操作就已经成功了啊这里就可以呃你下次进来的时候啊还是通过google voice啊啊这个网址 然后你点击这个啊新的关联号码就是呃关联你新的美国号码就可以了好了这就是在转移google voice的时候啊遇到的一个小坑而这个坑呢呃基本上在网上啊呃可能啊不容易找得到啊也是昨天晚上群里面一个小伙伴给我的一个提示 在操作的时候啊将辅助邮箱改为啊改为你的新的机密尔邮箱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转移成功 也经过实际的测试来和IP是没有关联的啊好了今天的影片就给朋友们分享到这里朋友们拜拜